为了宣导离灾剩余防灾 县长复根起9号早上与县府大礼堂亲事主持 花莲县政府紧急避难包发送记者会 并表示在全球气候轨迫多变 各地复合市灾害频传的情况之下 县府有责任将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又于防灾的概念传达给每位花莲相亲 所以现在如何救灾 如何防灾 如何离灾 已经是全世界各地的政府在努力希望 各位所有的住民 各位相信要特别为自身自驾的安全 来做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跟预防 大家都知道防灾剩余救灾 离灾又剩余防灾 花莲县有五个乡镇 有五个乡镇是灵海 从秀陵 新城 花莲市 极安乡 一直到极安乡 有五个乡镇是灵海 而且我们又是每一次啊 风灾雨灾啊 我们在台湾都是直接手当其冲啊 直接啊 这个清洗清泛的地方 都是东部东半部 所以在花莲 我们必须家家户户做好啊 防台准备 防灾准备 甚至现在连地震也要我们要做好 这样的相当预备 毕竟有万全的准备 可以让大家多一份生存的机会 现场副官级特地邀请县内各乡镇市公所代表 亲自发送紧急避难包 现场也陈列由内政部消防署指示 紧急避难包内应具备15项必需品 希望能够替花莲乡亲在日常防灾上 多一份准备 记得终于环球报导